我国第五座海水氮化厂将由大市能源和新科海市组成的财团经营 财团将成立特许公司经营氮化厂 公用事业局说财团在四个竞标者中提出的价格最具竞争力 坐落在玉朗岛的第五座海水氮化厂预计在2020年投入运作 到时每天可为我国生产3000万加仑的氮化水 公司在2020年到2045年间将供应氮化水给公用事业局 氮化水目前应付我国四分之一的用水需求 当局希望能够在2060年前将这个供应量增加到30%